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養开有四五十只鸡 鸭加大有四五个 有鸡啦 有火鸡啦 有鸭啦 有珍珠鸡啦 有五种那么多 我们开放这样相似 一代一代跟着去 就大家很融合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会分得很清楚 不会说打架 我先養的是马拉雞 接着又买火鸡啦 买几只鵝啦 全部幼之鸡啦 看到来养到的珍珠鸡很漂亮 买几只鸡回来养 火鸡啦 火鸡和珍珠鸡啦 火鸡仔的时候呢 它很怕炆 所以要特别照顾它 不要被炆到 大概是三四个星期之后呢 它就用来养一点 就正常回来 现在珍珠鸡呢 它性很强 它是特别害怕人一点的 没有什么吃东西来说 很难养 我们就要买一些 马拉雞啦 或者是土豆一齐侵着它养 就好养了 那些马拉雞吃东西呢 带着它跟着吃呢 它就会跟着吃 养到出了毛的时候呢 它就正常了 很好人 珍珠鸡呀 珍珠鸡呀 珍珠鸡好吵啦 因为它夜性啊 比较怕人嘛 又有些什么移动呢 看到半夜有些 生寶的那些猫啊 或者什么东西 经过呢 被你看到呢 就哇 全部都一起吵了 整群都一起吵了 就是珍珠鸡啦 它整身都变变了 很好美啊 四肢肉蛇 因为这里附近有一条河 很多的四肢肉蛇 四肢肉蛇 咬死我的鸡 咬死了十只哦 哦 因为它日口又来 夜晚又来 这些四肢肉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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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